持續關注到高雄 這一家婦產科的診所院長 兒子在一一年五月 跟自己的後母 因為吹電風的問題 發生衝突了 兩人爆發 口角拉扯 是和兒子的額頭出現了傷口 他就指控是被後母打傷的 鬧上法院了 但是法官認為啊 無法證明傷口是後母 造成判決無罪 但是這家診所過去呢 也爆出其他爭議 當時陳院長被女婿懷疑 進行非法手術 趁患者在回復室休息時 偷拍照來搜證 被法官依妨害秘密罪 判五個月引起了家族糾紛 高雄前鎮區一間婦產科大門申索 牆上填滿紅單 鐵窗都已經被人拆除 人去樓空 一百一十一年五月 住在這裡的一家人 曾經爆發過肢體衝突 當時這位兒子跟後母 因為吹電扇的問題發生爭執 兩個人就在大門口附近 發生衝突 沒有想到這名媽媽 居然拿高溫鞋防衛 導致兒子受傷 當時兒子關掉客廳電扇 軟性肌母要求打開 他卻開口頂撞 兩個人走到監視器畫面之外後 兒子發出多次啊的聲音 接著用雙手拖拉倒地的後母 雖然監視器沒有拍到兒子 遭到鞋子擊打 額頭卻出現傷勢 他說那個老婆 哦 蠻厲害的 他們女兒也都對我犯罪 都怪他老婆這樣 大學就都 意思是都要 把那男朋友洗腦這樣 大學要登記 鄰居說爸爸另外買了一棟房子給妻子 兩人搬出去住 但是兒女卻疑似因為金錢關係和後母產生嫌隙 事後兒子告後母傷害 但是法官認為兒子的傷 無法證明是後母造成 揮舞鞋子應該屬於正當防衛判決無罪 不過這家在第三十多年的診所 還曾爆發過其他爭議 被告的行為應該是構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之一 第二款的 無故以錄影竊入他人非公開的活動 2021年9月26號 承信院長的女婿偷拍迎產手術之後的女病患 被法院依照妨礙秘密罪判刑五個月 引起家族糾紛 我也沒有去深入了解 因為說在那是家務司 大多數鄰居都表示和院長一家並不熟悉 家族間有什麼內幕只能再持續調查釐清 記者蘇玉婷 劉啟文 高雄報導